本来疫情以来,我们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,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,按照应格进格的要求,积极筹措本地密集人员的隔离房源,重细重拾地来推进转运的隔离,尽最大的努力阻断疫情传播的链条。 第一个,先介绍一下密集人员隔离房源筹措的情况。 为了做好本地密集人员集中隔离,我们上海的16个区都想方设法,通过征集、腾挪、归并等各种方式,尽力地做好房源的储备。 目前筹集的房源基本可以满足当天生成的密集人员的隔离的需求。 第二个,我再介绍一下密集隔离场所管理服务的相关情况。 目前本市根据国家的要求,对密集人员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,加居家健康监测这样一个措施。 因此密集人员首先,我们要让他们到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。 密集人员到集中隔离场所以后,我们原则上是实行单人单肩。 每天早晚测温,定期做核酸的检测。 此外,集中隔离场所还会尽力地做好密集人员的生活保障,关注他们的个人情况和需求。 加强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,防止发生生活服务保障不到位的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